嗨 各位表達 大家好 我是Herry 那今天跟大家介紹了這一支表呢 還是這個MJW Mr. Jones Watch 的 一支非常有意思的設計表款 那這一支表款呢 他是由比利時的插畫家 這個Christophe DeVos 所設計的 那他的名字呢 叫做 A Perfectly Useless Afternoon 就是一個慵懒午後的意思 那你可以看到背蓋呢 還畫了一個很可愛的黃色小鴨鴨 那這支表呢 我剛有提到他是一個比利時的插畫家 Christophe DeVos 所設計的 那其實這支表的設計的構想呢 其實跟我們中國有關 他其實呢是這個插畫家呢 在以前前幾年的時候呢 他無意間呢 閱讀到我們這個我們號稱呢 國學大師 又叫我們幽默大師林語堂先生的作品 他裡面有一句話提到呢 如果你能用一種毫無用途的方式呢 度過一個完全無事的下午呢 你就懂得生活 所以呢他就利用這句話 完全無用的方式 去度過一個完全沒事的一個下午 去構思的這一支萬錶 那你看到他這支錶就是其實很簡單 就是有一個人戴著一頂橘色的帽子呢 然後他就跨在游泳圈上面飄浮在游泳池中 飄浮在游泳池中 然後在這游泳池當中晃啊晃啊 去度過一個慵懶的一個午後 那這支錶他其實很有意思喔 那我們可以看得到呢 他這個腳 腳的位置呢指的是小時 那所以說以這樣子來講 他現在腳的指的位置是八點左右 那我們看到這邊旁邊有個黃色小鴨鴨 黃色小鴨鴨指的就是分鐘 所以目前的時間就是八點十七分左右 那其實這支錶他其實做得非常的不錯 你看喔 他其實蠻用心的 他連這個游泳池下面那個 我們講的游泳池標線呢 也是模擬呢透過 由上往下 因為水面有波紋嘛 所以下面的標線也是歪歪曲曲的 歪歪曲曲的 所以他其實真的很完整的呈現了 我們從上面往下看 俯瞰游泳池的這樣子的一個表現方式 然後用利用一個非常有趣的 用一個躺在游泳池上面的一個 無聊男子在看書的無聊男子的一個腳尖 以及黃色小鴨來指示 時跟分 所以他其實是一個非常有創意的一個做法 那這一支也是使用了我們講的這個 MZ-Dive最常用的 就是要分成印刷的一個部分 例如說這個你可以看到游泳池的邊框 印在上層的玻璃 然後接下來呢 中間有兩個透明的盤 包含了這個 游泳池上面的人 以及小鴨鴨之後呢 最後底盤是印在最下方 所以他是透過好幾層 好幾層的印刷呢 去完成了這一支萬錶 那錶殼呢 則是MZ-W標準的37mm的一個系列 那配備有品牌呢 所搭配的這個米蘭袋 那MZ-W的米蘭袋其實是蠻細緻的 蠻細緻的 那其實我個人覺得 如果你再找一支就是設計有意思的一個萬錶 然後呢 本身呢可以帶給你平常輕鬆 輕鬆的一種感覺的話 那這一支呢 A Perfectly Useless Afternoon呢 應該是你非常不錯的一個選擇 那之前呢 我的好朋友呢 Paul Liu呢 他在他的錶的review當中有提到說 這是一支勸人休息的錶 勸人休息的錶 尤其現在人生活實在太忙碌喔 所以看到這個錶面呢 可以博君一下 讓你放鬆一下 那今天跟大家介紹這支MZ-W的 勇人舞后到這邊 未來Harry還是持續跟大家介紹一些非常有趣的萬錶 謝謝 掰掰